大家好,今天來到澳門 邀請朋友訂了一間五星級的文華酒店 住這間叫文華酒店,很豪華 我住在文華酒店 不是這樣的 這間應該是女店,糟糕 訂錯了,現在訂了這間文華酒店 怎麼辦? 真是糟糕 今天由香港開車來到澳門旅遊塔 我們現在就上去開展銷會 Let's go 我們現在就到了澳門旅遊塔 然後呢,我們的講座就在這裏 我們這裏就是一樓 現在就是澳門旅遊塔的二樓 哇,可以逛Skywalk 好,接著二樓呢 就來到這裏展覽廳 那我們就在這裏,有個PPT 這裏就是我們的會場 左右兩邊就有一些查詢的櫃位 在這裏呢,就有個場 我們就在這裏剪刀 哇,好漂亮啊 大家好,7月29號和7月30號 我就會在澳門的旅遊觀光塔 二樓前廳,一上來就見到 現在正在設置,大家可以看看扶手電梯 一上來就是了 這裏呢,整個牆都看到的 這裏呢,就看到 一條沖仔的橋,無敵海景 我們今天呢,就來到澳門是甚麼事呢 其實我早幾年都在這裏搞過一些 日本的不動產投資說明會 這次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在澳門20年前,即2003年的市道的時候 是剛剛就準備開放澳門的賭場 開放了賭場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威尼斯人、金沙、MGM、辛豪國際 這些呢,就大放異彩 令到澳門整個經濟 無論是樓價,或者是GDP人工 可以去到世界的第一位GDP 所以呢,開放了賭場之後 商機是無限的 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說 今天澳門就明日大阪 為什麼呢,日本呢 正式宣布在大阪的蒙州 就有個賭場的度假村 就拍板,現在就興建當中 預計就會在2029年就會落成 到時候就會創造十幾萬的就業機會 而人數呢,特別是旅遊去日本的 嘩,棒棒聲 五至六千萬的旅遊人次 在這個情況下 無論酒店、民宿、衣食住行 都會大量增加 今天呢,就在澳門之前 在20年前 買下樓到現在發財的那些 現在又有機會了 重拾以前的投資機遇 現在你去大阪呢 投資民宿呢 某程度上比酒店更吸引 所以呢,接下來這兩天 7月29日和7月30日呢 我就會和大家分享 過去十年,我在日本 從事不動產的經驗 直到現在,我是一個小型的發展商 就開拓一些土地的資源 興建一些大廈和民宿B&B 希望呢,可以帶到價值給大家 可以知道呢 投資機遇呢 又有機會了 歡迎大家WhatsApp 報名 加852-9721-6118 多謝了 拜拜 好,大家好 澳門的朋友 2023年的7月29日和7月30日 我們就會在澳門的旅遊觀光塔的二樓前廳 就會有一個大阪投資賭場新機遇 就會有一個高端民宿 世紀陽光大廈介紹給澳門的朋友 我們呢,就在那尋找 整個亞洲可以專投資賭的 十幾年前的澳門 十幾年前的香港 那麼呢,在澳門的賭場 開放了之後 大家看到澳門的樓價升到幾多 人均的平均收入又升了幾多 那所以呢,這次呢 我們要把握呢 在亞洲呢 或者全世界來說呢 我們要尋找一個低水 投資具價值的 我們呢,就可以專投資賭 達至被動收入 財務自由 接下來的七月二十九號和三十號 我們會在澳門旅遊觀光塔 二樓前廳呢,就會十二點 兩點和四點鐘呢 每一天有三場的講座 由我來主持的 日本大阪的投資民宿講座 歡迎大家WhatsApp報名 加852-9721-6618 我們在澳門見了 多謝,快點報名 日本追尋二十一世紀遊行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酒井法子歡迎大家來日本旅居置業 享受高品質生活 皆様ようこそ日本へ